湾区有上盘 明天我是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是Gordon 我们大家都知道来大湾区买新楼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到我们的沙楼堡现场 看示范单位 即是阳板房 那你又知不知道 阳板房其实都有很多理不清楚的秘密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看阳板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阳板房都分为了二地阳板房和十地阳板房 我们每次去到现场看的示范单位 都是发展商通过精心的设计 而且是布局出来之后的后果 我们先讲这个二地阳板房 二地阳板房即是发展商 在另外的空间里面搭建出来的示范单位 整体的户型布局和交楼的时候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看二地阳板房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关注这个阳板房的一个尺寸 有部分的发展商在设计这个阳板房的时候 是会专专将这个阳板房的尺寸做大的 有观众可能就会说 阳板房的尺寸不是应该会有图纸的尺寸可以照对的吗 而且这些图纸到时候都会纳入合同 这个又怎么可以做的 其实比较常见的方法就是偷用这个场面的面积 正常的长体其实会去到10公分左右的 我们看到的图纸上边的尺寸其实都是行长的 打个比方 客厅开间如果是3米6米 前后长体減去10公分之后 实质的尺寸其实应该是3米5的 虽然10公分看起身不是很大的区别 不过每个地方都大10公分 整个单位看起身的感觉其实会大很多的了 所以都不要觉得自己拿着尺寸过去读过了 就一定是准确的 一定要对照这个图纸 还原真实的尺寸情况 第二个就要关注房屋里面的一个衣柜 以及床的尺寸的情况 样板房的床和衣柜大多数都是定造出来的 经常会出现到尺寸偏小 要知道一张标准床正常应该是超过2米以上 所以一定要注意整体的长度 到底是否可以放得下床 第三个二地样板房是没办法真实的看到流动的结构 露台、锤房、洗手间 对出的每一个位置 对面到底有没有遮挡 这个现场其实是没办法看到的 一定要去到实体楼才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不过如果因为施工的原因 没有办法去到现场 都要和发现商拿回整层的平面图 可以更加好看前后位置 到底有没有其他建筑物会遮挡到的 如果是实地的板房 那就轻松了很多 只需要关注家具的摆设到底是否真实合理 不要只是觉得看起身很漂亮 其实发展商在放置部分家具的时候 都是为了美观而非日常使用的 真的要按照自己日常生活上的使用 到底所有家具摆放够不够足够的位置 这个才是自己的生活习惯 实地的板房多数都不是自己买的那栋 需要重点关注实质买的流动前后位置的情况 有没有其他建筑物会遮挡到 或者其他不良因素 比如说垃圾房 配电房 车库出油口等等 这些大多数都可以在沙盘图上看到 研究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其实都不迟的 现在发展商多数情况都可以申请去到现场 实地看一套买的单位 更好的感受你买的单位的取光 视野方面 不过因为现场大多数都在做装修 或者在建设 去到现场 你的感官其实不会有样板房 那么舒服 那么好的 不过我们最主要的去到现场 都是看一看视野景观 对于单位内部的整体建筑情况 我们就可以参考我们示范单位 关注我 我会持续更新湾区地产知识